11月6日大田外民将会迎来创临31周年现成了纪念礼拜 本将会议能委员会徐昌苑知识特别先施厚 讲师李美英牧师以如天恩般的口为题正当 说明我们要遵照真理的话语 对对方讲必要的符合情况的话 在二部大田外民将会准备了庆言 女宣教会青年嘉南宣教会 西安唱师班以及大田尼西馆学院团进入县的特别县师 让圣徒们分享了喜乐 同一天顺川万民教会 现成了创临12周年纪念礼拜 以及圣殿班牵赶礼拜 民意确实就任及推举一事 本教会议能委员会金珍喜确实蒙恩的特别县师以后 救母城会长李美金牧师以向着主的盼望为提升道 并嘱咐要查看我们的信仰的目标 无论在任何环境都要带着明确的目标 按主旨意生活 在二部《时间名义确实就任推举一的时间》里 由湖南地方会朴亨烈牧师主理 由金文子确实就任为名义确实 随后圣徒们欣赏精彩的表演 分享了创临的喜乐 这里坐满了圣徒 充满了欢快的赞美声音 这里就是俄罗斯圣彼得堡万民教会 今年迎来了创临30周年 这是因新冠疫情时隔三年 万民海外宣教出差的访问 今天就向大家介绍俄罗斯的消息 俄罗斯首都为莫斯科 75%的人口属于俄罗斯政教 人种和文化多样属于多民族国家 由85个联邦主体组成 特别是在被称为俄罗斯第二首都的 圣彼得堡在大街上随处可见 低血旧世主教堂 爱尔弥塔日博物馆 彼得宫等中世纪建筑 在夏宫花园中 周围的风景 仿佛也感受到了韩国的秋季 俄罗斯的新教赵战少数 但这里有俄罗斯圣彼得堡万民教会 在活跃地传播圣洁福音广传主名 在创立三十周年 在这里我们看到了聚在一起 祷告准备的熟悉的面孔 其中还看到了菲拉吉米尔·欧席布姆士 我第一次认识万民 是在2003年圣彼得堡举行的 俄罗斯联合大圣会的时候 当时看到通过准牧师 宣讲的圣彼的话语和祷告 很多灵魂的意志荣耀神 我得到了很大的恩典 后来我仿望了本教会 从进入圣殿的瞬间 我就开始感受到了圣灵的充满 雄壮的管弦乐团 对和赞美团 如伙伴的祷告 生命的话语等一切 都充满了感动 另外我接受准备牧师祷告后 还经历了得到好住房的信仰上的体验 从那之后我成为万民宣讲师 向俄罗斯的幕会者介绍万民 其中特列诺基牧师 还有莫萨诺夫牧师 对话语表现出了关心 此后每年都与俄罗斯幕会者们 一同参加夏季修炼会 通过准牧师的祷告 亲身体验了少年的作画 在此期间 邀请主任牧师 主代行李手证牧师 举行了牧师研修会 和手帕聚会 使信心成长 并开始计划伟大蓝图 我们为在俄罗斯扩张事工 以祷告准备 我们和其他组会长一同 准备设立教团 并接受了主任牧师的祝福祷告 经过手续审查 最终俄罗斯政府内务部下属的宗教局 正式批准俄罗斯文明教 外民教团 成立教团后 神扩张了我们的时工 不仅是在圣彼得堡 还在加里宁格勒 乌拉尔地区 俄罗斯中部 南部等地教会联合 并开拓了新的支教会 主赐予的使命 外民的使命 向全世界传播圣洁福音的时工 正在俄罗斯成就 正如主命令我们 你们要传福音的话语一样 我们正在成就外民的蓝图 即圣洁的福音成就世界宣教 本教会正在经历 并战胜熬练 虽然我们俄罗斯 也因新冠疫情和战争 等度过艰难时期 但我们不会放弃 主所赐予的使命 更加前进 如此拓宽圣洁福音新篇章 向德罗斯圣彼得堡万民教会 不觉间迎来了创立三十周年 圣殿内充满唱诗班的赞美声音 礼拜上由安德烈贝拉耶夫牧师的主持 伊格尔父牧师代导后 播放了准牧师主带请离守真牧师的祝贺视频 众心祝贺圣彼得堡万民教会 创立三十周年 非常感谢奥西波夫牧师和圣徒们团建一心 凭信心不停奔跑 奉主圣明君向全世界罗斯圈传播 圣洁福音 这是继新冠疫情之后 时隔三年后再次的访问 圣徒们高兴地接待了久违的孙荣洛长老 孙荣洛长老的当地语特为现实 带给了圣徒们恩典 随后传达圣徒们的问候 并以行在光明中时的祝福为题 说明遵照圣经上的祝父的话语 行在光明中时才能得到应语和祝福 话语带给圣徒们信心 在接下来的时间里 为得到执事执分的圣徒们举行了任命仪式 另外当天特别在距离圣彼得堡 2200公里的南部阿纳帕 新开拓之交会的尼克莱默师夫妇 接受了祝福祷告 全体圣徒一同祝贺 新之交会的开拓 为祝贺 创立而访问的俄罗斯各种会长们 发表致辞后 在第二部时间的祝贺活动上 圣徒们准备了赞美和许多祝贺演出 此外还播放了 在过去三十年里 贝拉吉米尔奥西伯普牧师 圣徒们经营教会成长的视频 带给人们感动 最后还举行了特别的环节 我拿起话筒是为了向 深爱数十年的布拉吉米尔牧师夫妇 表示衷心的感谢 我和大家都是那爱的证人 我们曾一起走过 将来也必会永远一同生活 亲爱的布拉吉米尔牧师 还有耶利娜师母 两位就像我们的父亲母亲 我们都深有体会 这些花无法表达我们的心 让我不要哭 但我却控制不住 我们决定发行 包含过去数十年教会历史的书籍 希望牧师在这本书上 签名留念 相信这本书会成为 我们的子女 每一集后 带拥有信心的指标 所有活动结束后 圣徒们聚在一起 共进晚餐 圣徒们享受着创立的喜乐 脸上洋溢着幸福的微笑 俄罗斯各总会长 怀着对本教会的思念 传达了问候 亲爱的李守正牧师 我代表加里宁格勒 地区教牧者和教会 奉主的名向你问安 今天我们在这里 彼此交流 回想了在外面的感动的时光 感谢大家为我们 我们深爱并尊敬 本教会和准摩师 李守正牧师 我们把外面当作家人 感谢大家 我们祷告和支持 我们已在一直 为外面祷告 我们参加了几年的 外面夏季修炼会 那时候得到的恩典和感动 一直留在心里 活着的祷告 美丽的赞美 一切都那么美好 我们总是很想念外面教会 已经有四年没有去韩国了 我们希望再次有机会 访问本教会 看望大家 也希望请访问我们 加利宁格勒 希望大家也能来我们地区 召开聚会 首先 亲爱的准摩师 植物带行李者准摩师 以及万民所有圣徒们 向大家问好 希望与万民一同 能与成就神的国 现在俄罗斯正因疫情 战争 保守许多艰辛 但感谢为我们做祷告 感谢一直深爱我们 亲爱的植物带行李者准摩师 还有万民的受圣徒们 我们 衷心感谢大家祝贺 我们教会创立三十周年 我们与万民同甘共苦 战胜困难 分享喜悦 多亏了大家的祷告 以圣洁的福音成为一体的 教会彼此联合 组成了俄罗斯外民教团 目前我们在俄罗斯中部 南部 北部地区 不断开拓新之教会 因大家的祷告和爱 我们俄罗斯宣教 蒙得了祝福 我们常常在为主人牧师 和外民教会 特别是圣殿迅速搬迁 为再次在韩国相见 祷告 我们经常会在韩国 做礼拜和祷告的瞬间 和特别是夏季修炼会的 珍贵的时光 我们非常怀念本教会 希望熬炼过后 能够再次幸福相见 特别诸心感谢 在祝福的熬炼时间里 为我们俄罗斯宣教提供物质 和精神上的帮助 如果没有外民的帮助 俄罗斯教团或新之教会 不可能成立 今后我们也会为外民 和主人牧师祷告 请大家也为我们祷告 再次向大家表示感谢 期待能在韩国本教会 再次幸福相见 再次传达 对大家的爱 今年三月 被任命为宣教士的爱沙尼亚真理支援教会 格里高牧师 在得知孙荣若城 牢房问俄罗斯的消息后 在战争人艰难状况中 安全过境 仅进行了短暂的会面 亲爱的各位圣徒 我们与万民同在 希望很快能再次见到大家 我们时常是万民 另外还与2017年WCDN 俄罗斯组织委员会的医生们进行会面 他们回忆通过WCDN得到的恩典 并传达了对本教会的思念 万民的圣徒们非常想念大家 一定希望再次见到大家 亲爱的万民圣徒们 愿主的爱和关爱能常与大家同在 大家常常留在我们心里 我们再为大家万民祷告 亲爱的万民的圣徒们 在我心里有万民 万民是爱 万民是恩典 每当回想万民的时候 我都非常幸福 相信万民一切亨通 万民的所有弟兄姊妹 我非常爱大家 万民必会以善胜利一切 亲爱的 向亲爱的李赛罗牧师传达我的爱 虽然自新冠疫情以后 此次出斋 时隔几年 但在短暂的时间里 可以看到万民和纸牧师 还有渴望圣洁福音德罗斯 很多幕会者和圣徒们 不止息到万民的事工 衷心期待 今后更加充满力量的步伐 对话